现在民进党2012的竞选架构布局已经完成 今天他们召开各县市竞选委员会的扩大会议 包括苏联昌、谢长廷、游锡坤等竞选干部全部到齐 那么蔡英文说希望大家能够近100%120%的努力 说这样子明年就有办法胜选 那么这个会议一开始呢 蔡英文的桌子不小心被谢长廷给碰到就翻了过去了 那么蔡英文也笑着化解这个尴尬 那说变拨嘛就是当选的一个好兆头 那么民进党也公布了他们党内的最新民调 来看蔡英文是50.1% 而马英九49.9% 双方呢还是非常的接近 不过蔡英文领先马英九0.2个百分点 蔡英文一上台请取制作人打造专属上台歌 放下去 但状况出乎意料 动转了啦 这样就动转了啦 我们的温度很高 这个车我们的桌子也很兴奋 蔡英文嘴巴张好大 原来凶手就是他啦 这个人站起来桌子翻也是很正常 不过就是再次轮替啦 桌子翻也要解读是好兆头 民进党第一次扩大浮选会议 定调架构就定位迎向胜利 正好民进党公布党内7月份最新民调 蔡英文以百分之五十点一支持度领先马英九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九 双一拉锯只差零点二个百分点 我们要加工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 当大家觉得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 请不要就此打住 这额外的百分之二十 就是最后改变台湾 改变下一代子孙未来最重要的力量 希望民调正式器 会议上全台各县市竞选总部主委都到齐 还有总自备的苏根昌 谢长廷 游锡坤 上台战鼓打得响 但辅选天王 独缺 吕秀莲 还传出有大佬私下抱怨 这三个月来搞不清楚辅选方向 我的工作比较清楚 我没有这个感觉 从小英到干部 这天全穿上黄色团队制服 对外口径一致 晒团结 这一新闻 拿秀金 嘉颖宏 SNG小组 民进党在今天召开了扩大辅选会议 总自备的天王 包括了苏游谢三个人全都落场 独缺 吕秀莲不愿出席 不正当党主席蔡英文在台上致辞的时候 谢长廷突然在台下翻桌 让场面非常尴尬 不过事后谢长廷说 翻桌呢代表就是选情翻盘了 果然到了下午 民进党的最新民调出炉 蔡英文 小银马英九 0.2% 小银坐镇点兵 由苏县总自备 辅选天王排排座 扩大辅选会议 看起来均荣壮胜 但小银上台致辞 谢长廷却是在台下不满翻桌吗 主席打圆场化解尴尬翻桌意外 谢长廷事后也跟蔡英文say sorry 会议中小插曲 缓和严肃气氛 不过北中南大会师 指标性人物却偏偏缺席 就怕被做文章 柯建民传简讯自清 要帮已故的父亲做法会 而复选会议上 民进党民调中心公布好消息 蔡马PK 蔡英文支持度50.1% 马英九 49.9% 蔡英文小赢国民党 绿赢大振奋 蔡英文 够赛 民进党 够赛 22线市上百位干部齐聚 民进党敲响战鼓 蔡英文也将在9月12号赴美拜访 拉台身世 东森新闻黄一鸣黄慧婷 台北报道